雷格西广场和位于学生中心以及拉普拉斯大楼之间 该广场上的纪念墙表示着韦伯州纪大学多年的传承 在广场周围还有图书馆 Bronning Center以及视学意识中心 这栋大楼位于雷格西纪念墙的后面 该大楼为发展数学的学生们 提供辅导中心 考试中心 以及计算机实验室 位于拉普拉斯大厅的本県是斯科尔特图书馆 图书馆里面有我们的荣誉课程 是用来提供独特的主题讨论作为基础的课程 改变世界的疾病 除此之外 还有我们的综合研究项目的试证 综合研究学试允许学生们选择三个方向或者重点作为研究 我们的学生 还有自己的电视演播室也在这栋楼里面 校内学习的最佳场所 比如安建 学习 或者小组讨论室 也位于这栋楼里面 布朗林中心是犹他州唯一一个音乐剧专业的所谓 一个2500万美元的单身 使它变成为更广泛的 和西区立足的表演的中心 学生可以参与任何从服装设计 舞蹈编排 技术戏剧 一直到编辑变合 学生也可以在这里参加文化 音乐剧 芭蕾舞剧 音乐会 在布朗林中心南边的就是金布尔史学艺术 这座大楼拥有在大盆地地区最大的摄影暗房 Shout Gallery 展示了我们学生自己的作品 以及来自全世界的优秀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